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针对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 中国军队已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中方对日方此举的政治意图高度警惕 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日方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 就此做出过明确的承诺 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坚持遵循波次党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我们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重信守诺 谨言慎行 不要给中日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制造干扰 大路把平稳定制造干扰 期互相 gewulan